三个方法预防脑梗二次复发 如果想要脑梗不再发作 这条视频呢建议你一定多看几遍 先点赞收藏起来 我总结了三个防止脑梗复发的小妙招 今天分享给大家 第一呢就是你吃饭的时候一定要慢一点 很多脑梗的患者啊 吃饭的时候狼吞虎咽 导致你喝进来的水也好吃进的米粒 进食的时候发生了腔壳 就容易造成吸入性的肺炎 第二呢说话要慢一点 脑血管的患者啊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脾气特别大 暴躁肝火旺 肝阳上抗怒法冲冠 很容易诱发脑梗的复发 所以一定要保持情绪的稳定 第三呢早晨起床的时候 一定要慢慢的起来 不能很快的蹦就坐起来 在床上呢先躺一会儿 慢慢的睁开眼 然后慢慢的起身 慢慢的起床下地 这样才能保证你的心脑供血充足 才能避免引起意外 除此之外啊 我在另一个视频里边 已经告诉你的一个绝妙的方法 防治脑血管病的发生 大家呢去寻找一下 除此之外呢 都会告诉他们防治脑血管意外的方法 大家如果需要的话 可以来找我过来拿 脑梗 别担心三个月就能缓解 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脑梗患者呢 千万别划走啊 今天呢 把这个方法告诉大家 你可以点个免费的小红心 多看两遍 如果你也有类似的情况 可以告诉我 希望呢 能给你带来帮助 三个月前呢 有一位粉丝脑梗 通过平台来找到我 说他呢 左侧的手脚麻木不灵活 走路也费劲 说话有点不利索 无意中呢 刷到我的科普视频 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找到我 希望呢 能帮助到他 我通过和他视频以后呢 查看了他的舌脂舌胎 了解了他的病症 结合他发过来的这些检查报告 并且呢 开了一个适宜的中药方和运动处方 并且他也保证 一定要健康的饮食 规律的作息 吃了一个月药以后呢 他的手脚麻木的情况 就有了明显的好转 中间呢 也给他调整了几次方子 三个月以后啊 他走路就顺畅多了 腿脚也有力了 整个人的精神面貌也好多了 我呢 打心眼里为他高兴 作为一个医生啊 我们不但要解决 眼前他的病症和病痛 还要用心去感受患者的全部的信息 以正确的解决他的根本问题所在 去指导他健康的生活方式 但愿我多一分的付出 能帮你多十分期望 三种水果轮流吃 血管干净又顺畅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我们都知道啊 随着年龄的增长 新陈代谢呢 会慢慢的下降 血管里边的垃圾也就慢慢的堆积起来了 导致了我们的血管堵塞 容易引发心脑血管的疾病 今天呢 就给大家介绍三种水果 经常换着吃 可以帮助你清除血管的垃圾 希望大家呢 点赞收藏起来 接着听我往下说 防止你滑走就找不到了 第一呢 就是香蕉 它可以有效的去平稳血压 减少血管堵塞的风险 同时呢 香蕉又有通便的作用 帮助你减缓心脑血管的压力 第二呢 就是心乎室 它含有泪红酮 可以保护血管的弹性 有软化血管的作用 同时还能减肥啊 第三是苹果 它附有丰富的维生素C 这些矿物质 但是苹果要注意啊 我一再强调 苹果要早晨吃更好一点 俗话说早晨金苹果 中午饮苹果 晚上就烂苹果了 另外呢 这几种水果里呢 所富含的维生素里边的钾呀 也可以有效的保护住我们血管 抑制低密度脂蛋白的树脂 降低中风的风险 这些你都记住了吗 赶紧告诉你的家人 一起准备起来吧 不花钱 每天用三分钟的时间 就能全面改善你的心肌缺血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杨康之后呢 有一部分人患上了心肌缺血 这个事情啊 一度引起大众的恐慌 会不会都对心肌有所损害呢 最近也收到很多的粉丝朋友 发来的消息 问如何来保护心脏 改善心肌缺血的问题 我记得之前呢 教大家一个腋下的极全血 能改善心肌缺血 今天再教大家一招 同样也是不花钱 但是你要费点力气 每天用上几分钟的时间 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改善心肌缺血的问题 赶紧点赞 收藏起来 这个血位是什么呢 就是心肌上的少海血 少海血的位置在哪啊 你自己找的时候 把你的胳膊举起来 走横纹的端点处就是 找到了这个血位以后啊 每天坚持揉三到五分钟 两侧都要揉 但是以左侧为主 左侧离着心脏近呢 这样每天坚持的话 就可以有效的去改善 心肌供血的问题 单身加上 它心脑血管的病症 它都能解决 单身呢 活血化瘀的功效 心脏不好的朋友都知道了 那什么情况下 用上单身最合适 在我其他的视频里已经说过 今天呢 就给大家来揭秘一下 单身搭配上哪位药 对心脑血管都具有好处 它能快速的清理血管 排出心脏的瘀毒 大家可以点赞收藏起来 防止啊 以后你想看的时候找不到了 单身的黄金搭档是谁呢 就是天麻 单身和天麻的合用 它具有着去风通落 行气活血止痛的作用 它可以清理心脑血管中 多余的血淤毒素 对于改善 体脂有很大的好处 天麻和单身的搭配呢 可以有效的改善 偏头疼啊 脑供血不足啊 出现的悬晕 心慌 胸闷气短 心前驱的疼痛等等症状 不过呢 我要提醒各位啊 这两位药只能起到辅助作用 治疗心脑血管的疾病啊 最好还要配伍上合适的中药处方 这样才能全面的调整 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服用 效果才更好 如果你也有类似的问题 可以把具体的情况发给我 有空的时候 我会给大家辩证分析 舌下青筋又粗又黑 教你一招打通脉络 大家好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赵一浩教授 每个人的舌下面都有两根青筋 有的人的颜色呢 就会浅一些 看不太明显 恭喜你 正常的 但有的人颜色就会深 而且呢 看上去很粗很大 大家呢 可以对照着镜子自己去看一看 如果舌下的青筋又黑又粗 说明就是血瘀了 必须要用活血化瘀的药 把它去掉 经过一段的时间治疗 你再去对着镜子看 你这个变细了 变浅了 这就是好的一个预兆 用药用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最能够化瘀的两个 一个是单身 一个是红瓜 你是为什么瘀的呢 以下两个情况会造成瘀的可能 第一呢 就是气质血瘀 比较常见的症状就是你经常的叹气 情绪比较抑郁 还同时出现心烦 嗓子里边甚至有义务感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考虑 除了要化瘀以外啊 一定要梳理气机 梳理肝气 像消耀丸 再严重一点呢 用柴骨梳干丸 来帮助你梳理肝气 同时在活血化瘀 第二个原因造成的血瘀 那就是气虚型的血瘀 如果你的身体元气大伤 中气不足 气虚了以后就没有办法推动血液的正常运行 血液就容易淤堵 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乏力 困倦 悬晕 甚至伴有耳鸣这些症状 那怎么治疗这个气虚造成的血瘀呢 就要考虑补气了 一般像补中益气啊 加减 甚至包括用一些西洋参红参 来把气给补上 帮助我们化这个瘀制 同时加一些活血化瘀的药 如果你拿不准自己是属于哪种情况 可以把你具体的情况跟我说一说 药补不如食补 日常多吃这撒好物 心脏补血速度快 大家好 我是赵伟浩教授 俗话说药补不如食补 今天呢就给大家分享 对心肌缺血有益的三个好物 第一呢就是苹果 苹果当中含有丰富的钾离子 能够降低血中的胆固醇含量 防止心肌缺血和动漫硬化 一定记着啊 早上吃 早上金苹果 中午银苹果 晚上就是烂苹果了 第二呢就是山楂 山楂能够扩张血管 调节血脂 减少体内胆固醇的含量 对于预防和缓解心肌缺血 有很好的功效 除此之外呢 山楂还有良好的助消化的功能 第三核桃 核桃当中含有丰富的营养 能够防止动脉硬化 所引起来的心肌缺血 而且它还有很好的补心 建脑的作用 还记得分心目吗 它可是核桃中的精华 尤其对心脑血管的病症 再好不过了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在我上一个视频里去查找 心肌缺血的患者啊 在日常的饮食上 要注意清淡饮食 一定不要吃过甜 过咸 过酸 过辣 这些食物 更不能吃饱了 吃撑的话 吃得太饱 对心脏就有压力 一定多吃一些新鲜的瓜果蔬菜 也一定要保证营养 食一些瘦肉蛋白质 这样的食物 少吃高油脂 高热量的食物 每天呢 一定要多喝水 只有多喝水了 才能降低血液的粘稠度 减少心肌缺血的发生几率 祸香正气水 可以治疗 以下三大症状 你知道吗 祸香正气的水 你要喝 就喝那种带酒精的水 这是药效最好的 祸香正气本身 它有两大作用 一个是去风寒 解表症 治疗的是你夏天的时候 感受了风寒 引起来的发烧啊 不舒服啊 头晕啊 第二大问题 祸香正气解决的 就是我们肠道问题 因为有失血 我们刚才说了 夏季的感冒特点 就是中了失血以后 引起的外感病症 所以祸香正气 解决的是这两大问题 除了以上我说这两大问题以外 可能你还不知道的 祸香正气 具有三大好处 第一 它能安神助眠 因为你是去了 除了湿气以后 头脑就清醒了 里边含有的 纯皮啊白纸啊 符令都是去湿的 把湿气去除了 神安 得以神定心安 睡眠就踏实了 所以它治疗的是这种 湿着 蒙蔽了清窍 而引起来的 整天的昏昏蒙蒙的 神不得安的病症 它有促进睡眠的作用 第二个方面啊 祸香正气 可以治脚气 这可是外用的时候 你放在洗脚的水里边 它能够缓解 搔痒 有很好的杀菌作用 第三呢 也是在夏天的时候 如果出现了肺子 尤其是小儿的肺子 你放在小儿的洗澡水之中 去清洗 可以去除肺子 你记住了吗 血管堵塞送你一味药 是天然的强心针 腹子用于心脏病 最明显的一个标记 心率的快慢 决定用不用腹子 你告诉我心率快用 还是心率慢的时候 用腹子 怎么越慢 错了 正相反 心率慢的人 一定不要用腹子 腹子中毒的反应 就是让你的心率 变得越来越慢 搭成一条直线 所以记好了 腹子什么时候用 心率快的时候 才用腹子 我曾经用过 心率到130 然后心慌除颤的 这个咸心用的 然后用上腹子 用上身腹 共同熬成汤 然后解决急症的 心率一下就下来 把他心率平稳下来 不再乱跳 这是腹子他的做 所以记下来心动慢 说心率才跳60下 千万不要用腹子 血管堵塞送你一味药 是天然的强心针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我们常说人与血管 是同寿命 血管的健康状况 会直接影响 我们的生命质量 那今天就接诊了一位患者 很年轻的一个小伙子 长得眉头比较皱着 真的很年轻 但是经过了一个 坎坷的一个经历以后呢 这血管已经出现了十几处的狭窄 才35 堵塞非常严重 患者会明显的觉得体力下降 怕冷 经常会心口发闷 发紧 发堵 特别是睡眠的时候 嘴唇呢 和舌都表现出颜色是暗红的 舌苔呢 是薄白 由此判断出 它就是一个气血不足 而且有阳虚 淤血阻落导致的病症 所以在它的方里边呢 就加了一个重要的 副子 副子呢 是我们纯天然的强心针呢 它能够有四个字啊 回阳救逆的作用 所有的药物里边 只有副子 具有回阳救逆的作用 这药我一般不用 为什么 因为它有毒 而且它的药效呢 特别的强 我一般不用不是吗 用上就不一般 如果配武得当的话 一剂猛药下去 阳气就迅速的补上来 救命啊 像肺炎性的心脏病 风湿性的心脏病 激发的像心力衰竭 肢体的浮肿 心慌心剂 都有很好的疗效 副子的优点啊 在于它强心的同时 增加了心肌的收缩力 也就是把这个泵 给它迅速的 加强了它的功能 这么好作用的一个药 我必须强调一点 副子用于心脏病 最明显的一个标记 心率的快慢 决定用不用副子 我再强调一次啊 关心病 中医是可以恢复的 中医在治疗 关心病效果上是非常好的 下面几位药 就能够缓解你多年的关心病 点赞收藏起来 以免需要的时候找不到了 缓解冠状动脉 供血不足 也不是很困难的事 你记住 这个简单的几位药 大多数的人用过这几个药以后呢 都说效果是不错的 中医认为关心病就是 弹瘀阻落 气虚血瘀 或者还有胸阳不振导致的 下面给大家介绍的这几位药 会对你的关心病有很好的效果 黄芪20到30克 单身15到30克 红花10克 穿胸10克 至少6克 谢白10克 如果大便干燥 可以加桃仁10克 你记住了吗 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问题 可以点我的头像进来 把你的具体情况告诉我 我来给你辩证失智 给你一个最适合你的治疗方案 我要再说一遍啊 脑梗是可以恢复的 其实要想恢复脑梗 并不是不可能 看完这条视频啊 肯定会有所收获 不想让脑梗复发 那么我来帮助你 脑梗这个病啊 有一个慢性形成的过程 它的危险因素就是高血压 所以啊治疗脑梗要综合考虑 综合治疗 大家千万不要过于担心和焦虑 正常的生活保持良好的睡眠 良好的心态 追医主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赵一浩教授 有着40多年的临床经验 对于治疗心脑血管疾病 其中包括脑梗 高血压 动脑硬化 帮助他们恢复健康 走出痛苦 为了帮助更多的患者 我提出了一个对脑梗的帮助计划 希望能帮助你解决脑梗的相关问题 要想参加的朋友 可以给我点一个小红心 点我头像进来 打出我要参加四个字就可以了 把低密度脂蛋白降下来 其实并不难 分享一个喜讯 低密度脂蛋白高的朋友 先别滑走 建议耐心的看完 降低密度脂蛋白 摆脱帮块的困扰 这其实是一个小问题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赵一浩教授 在临床工作多年 帮助了很多的患者 恢复健康 为了帮助更多的 低密度脂蛋白高 斑块的这些朋友 恢复正常 我提出了低密度脂蛋白高的 拯救活动 希望与屏幕前的你成为朋友 你可以给我点个小红心 我来帮助你解决 高血脂的这些问题 如果你想降低低密度脂蛋白 改善颈动脉斑块 血管狭窄 可以大胆的点我的头像 打出我要帮助四个字 只要我忙完看到 都会给你一个专业的解答 担心颈动脉斑块脱落的朋友 可以放下心了 告诉有颈动脉斑块的朋友 一个很幸运的事情 这个活动你一定要知道 建议耐心看完 如果哪位朋友 有颈动脉斑块 低密度脂蛋白高 和胆固醇高 低压高 高压高 这些血压高的问题 不用担心 我来帮助你 我发出一个帮助颈动脉斑块 朋友的活动 希望与屏幕前的你成为朋友 帮助你解决这些难题 你可以点我的头像 发送 我要参加四个字 我看到以后 都会给你一个专业的解答 放完心脏支架以后 人就蔫了 是怎么回事 有的人 放完了心脏支架以后 人就蔫了 浑身不舒服 什么事都不想干 这是什么原因呢 支架反应这么大 那不支架又能怎么样呢 今天来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问题 大家可以点赞收藏 分享给你身边 同样有这个问题的亲人和朋友 因为支架呢 对人体来说 是一个外来的义务 它有可能会导致身体出现一些炎症的反应 这个症状或轻或重 根据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不会持续很长的时间 如果有的朋友支架之后 处于比较虚弱的状态 也有可能跟支架是没有关系的 大家要知道什么样的人才放支架呢 一般的说出现严重的心肌供血不足 而且呢 是随时爆发心梗猝死的可能 在危急的状态下 只有做支架把它支起来 让你缓解了这个症状 命是救回来了 但是你身体虚弱 做了支架 扩张了血管 血液运行正常了 但是呢 身体的体力还没有恢复过来 即使你不放支架 你这时候啊 甭说 虚弱了 有可能命都没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就不一定是支架的问题了 不要抵触支架 先救完了命以后呢 我们再用中药条理 才能把你的体力 体虚给恢复过来 因此啊 不管是你做支架 还是没有做支架 用中药去缓解和调理你的体虚症状 去从根本上解决你的心肌供血问题 这是必须的 综合起来治疗 对心脏的解决问题 才是硬道理 如果你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自己解决不了 可以告诉我 我来帮你解决 有一位中药 是脑梗患者的福音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 对脑梗最好的一位中药 点赞 关注加收藏 这个视频呢 值得你反复看 这位中药呢 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葛根 根据李时珍本草纲目的记载 葛根性凉 气瓶 味肝 具有着很好的清热除烦 生经止渴 发表解机 生阳透枕 活血 疗疮 这么多功效 对预防心脑血管的疾病啊 预防老年痴呆 提高免疫力 都有很好的作用 这里边说到的解肌 肌肉的肌啊 就是对心脑血管方面 这些一个供血的改善 现代医学呢 记载了 它有扩张脑血管 心血管 降低血压 这些功效 古人呢 古人呢 也称它为山人参 使用的方法 用葛根粉是最方便的 取葛根粉可以直接的给它 用开水漆了 变成糊状 也可以呢 用葛根给它和米一起煮成粥 吃一段时间以后呢 对脑梗有很好的预防和治疗的效果 每个人都喝得起的降血脂的小方子 分享给你 高血脂的朋友啊 一般都有低密度 脂蛋白高 甘油三脂高 胆固醇高 这些指标都不正常 今天呢 给大家分享一个 每个人都能喝得起的降血脂的小方子 这个方法啊 我在临床上 也经常的给患者去开 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大家先点亮小红心 我把它分享给你们 可以去试一试啊 方子的组成是 生黄旗30克 当归10克 茯苓15克 白竹20克 桑记生20克 单身15到20克 看你血迂的状况 山楂20克 就是这个简单的 七味药的小方子 煮水喝 每天坚持服用 不仅能够降血脂 还能够补气活血 健脾立湿 并且啊 肩有着不干肾的作用 你的腰疼都治好了 每天一个动作 清血管 化血栓 很多人不知道 在我们的脚上 有个神秘的化血栓的开关 只要这个动作 做起来就能够打开它 既能够清血管 又能够防血栓 堵塞的血管的罪魁祸首 就是血栓 随着年龄的增长 又久坐不运动 以及生活压力 这些因素就会造成人体啊 分解血栓的速度越来越慢 血栓一旦自己分解不了的话 就会积存在我们的血管壁上 堵在了颈动脉 就是颈动脉肝块 堵在了脑血管 出现脑梗死 如果血栓走到了腹部 也会形成肠坏死 今天呢 就教大家一个 预防血栓的小动作 可以预防血栓的形成 让我们行动起来 具体的做法呢 就是自然抬腿 腿伸直 脚尖翘 脚后跟蹬 努力的蹬慢一点做 脚尖点 让它努力的下点 腿前面成为一条直线 为了畅通我们腿前面的经脉 翘的时候 是为了畅通腿后面的经脉 努力去慢慢的做 至少九个 翘 蹬 点 做完九个以后 做脚踝的绕圈 脚尖绕 内转三圈 一 二 慢慢的转 把脚踝活动开 血脉都打通了 转三圈以后 反转 一 二 三 然后 坚持 然后收回 换另一条腿 去做同样的动作 甲瘤高发 老人孩子 急免疫力低人群 小心中招 你就想知道怎么预防甲瘤 这个都特别常见 因为它刚刚完新冠 大家都在松懈的阶段 终于好像新冠消失了 其实不一定走哪去了 回不回来也不知道 但是新一波的甲瘤又出现了 甲瘤其实和新冠还不是一回事 它出现的这个病症 表现出来的发烧迅速的变化 不亚于新冠的速度 但是它侵害我们人体的程度 比新冠要轻 新冠会侵犯到肺 但是甲瘤只在上呼吸道上 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 它就是我们一般性的 每年也都有甲瘤流行 是一个比较极强的这么一种传染病 那在这个春季的时候呢 多容易发生 其实从中医的角度怎么预防呢 从自古我们就有预防的办法 给所有的老百姓 比如说预防的这个传染病的发生啊 吃一些这个预防的这些药物啊 把一冬天蓄积在体内的这些毒素 给它清除来预防甲瘤的发生 这是我们需要做的 当然最重要的一点 因为我们大家都处于阳过之后 免疫力低的恢复的这个阶段 所以才会出现这么多的人 被感染上甲瘤 因为免疫力都不高嘛 所以才被感染上甲瘤 那我们怎么去提高免疫力 这还仍然是去防止甲瘤 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个有效的途径 保护好自己提高免疫力扶症 同时呢我们去用一些 这个简易的办法 就是轻而解毒的一些药物嘛 就来清除体内的这些 比如过去大家可能都听过 这个寺庙吃了药的这些案件 煮的是什么呀 就是灌重 它就具有着对身体里边 毒素清除的这样的作用 去预防病毒的感染 就像这类型的预防措施 就可以去做一做 现在大家确实都想知道 吃点什么能预防 像什么VC啊这些都有效果 你要吃VC不如吃水果 青菜水果直接的补VC就好了 营养搭配合理 还是那句话 千万不能吃这个不能吃那个 营养为主 现在千万别减肥 什么有营养去吃什么 这才是提高免疫力的方法 你要说去吃VC你就真的补饮食上去补 这是我的观点 白开水加点料 把心肌缺血补回来 你是不是也经常会感到胸闷气短 一天到晚的总是感觉到很累 容易犯困 喜欢叹气 甚至呢觉得有些头晕 如果有这些症状的话 那么这个视频你一定要认真看完 肯定会要帮助到你的 其实呢 这些症状的出现是心肌缺血的表现 那治疗心肌缺血其实并不难 心肌缺血就是血管狭窄了 造成的对心的供血不足 要抓住这个病因 对症下药 我前一段时间看了一个患者 他是通过平台来找到我 诊断就是心肌缺血 平时感觉就是胸闷气短 失眠多梦 浑身乏力 经过问诊呢 他是属于气虚的表现 气虚而造成的血淤制住了 就不能够供养心肌 心肌就缺血了 当时呢我根据他的情况给了他开处方 而且叮嘱他有这么两味药 一定带茶饮 即使将来你不服我的药了 这两个药坚持喝一段时间 也可以帮助你畅通血落 这两味药是什么呢 就是生黄旗20克 单身15克 主要是帮助我们 一气活血通落 同时这两个药呢 还具有着安神的作用 那患者坚持服用了一段时间以后 给我的反馈说精神好多了 在此呢提醒大家 造成心肌缺血的原因呢 是比较多的 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和体质 进行辩证分析 才能够对症下药 如果你也有心肌缺血的问题 可以点我的头像 把问题发给我 我会根据你的情况 给你一个专业的治疗方案 白开水里 加两个东西来改善你的心肌缺血 不看你会后悔的 如果你经常感觉到胸闷啊 乏力气短 头晕你一定要看完这个视频 大家可以先点赞收藏起来 今天呢给大家分享的是 两味药可以缓解以上的症状 这两味药就是黄芡和单身 用黄芡呢可以补一身之气 这是中医常用的补气的药 它主要就是一个益气的作用 可以提高增强人体的免疫力 它有一定的健脾 通过健脾呢就可以达到整体的身体消化吸收的功能就变好了 通过补气呢气足了也能够有生血的作用 气能生血嘛 所以也推动了血运 这样呢间接的就起到了一个活血化育的作用 单身大家都是比较熟悉了 都知道它有活血化育的作用 可以通落的 它是可以有扩张冠状动脉血管的作用 所以它改善了心肌的供血 这两个要配在一起吃呢 可以一气活血通落强心 吃了以后心肌缺血的症状就得到了缓解 但需要注意的是啊 心肌缺血的病因呢会有各种不同 具体还要根据你自身的情况 根据你体质来进行辩证分析 如果你也有上面的这些症状 比如说心肌供血不足 心前趋的不适 心率不齐 心功能不全 以及呢心脑血管方面的这些问题 没有得到很好的改善 不要到处去再花冤枉钱徐医问药 现在呢只需要你去点击头像进来 留下你的问题 就可以和我进行交流 也可以把你的化验单发过来 我会给你一个专业的发布 好消息终于来了 如果哪位朋友有血管狭窄 颈动脑斑块 心梗 脑梗 心肌缺血 心衰 心率失常 高血压 高血脂 这些心脑血管方面相关的问题 你不用担心了 我来帮你 只要你愿意相信我 点亮一个小红心啊 我会用多年临床的经验 给你一个合适的治疗方案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赵一浩教授 你可以点我的头像 发送我要帮助四个字 我会为你单独制定健康的方案